51. 信報財經新聞三萬億子彈上堂淡有投降 A 古期結日甲升值迫4000關 2015年7月18日要問A 02A 古在週五三大期子結算日 並未如期上演好淡玉搏戰,而士丹鞭脅淡倉 憑借夠士彈約高達三萬億元人民幣 的消息 中正500指數8月、9月及12月期貨均漲停板 沪森兩市元500隻股份漲停 湖中指美市增升4.45% 逼近4000點關口但未能衝破 修市報3957點,升134點或3.51% 沪森300指數8月期貨升余6% 內地勤商自身舊市彈約而幾近耗盡 中國上市公司研究員估計上週各機構 以用了約8000億元資金為穩 但週五全來彈約加碼消息 市場頓感振奮 深城指最終升5.24% 創業板指數漲5.95% 沪森兩市總成交1.1萬億元 交週四增2% 財經雜誌週五報導 中國證券金融公司獲商業銀行 A. 股現貨成交大增 三大旗子則在成交萎縮下干性 由於結算價為現貨指數 最後兩小時的算數平均的 加上中金所加碼鉗制開淡倉 淡友只能提早投降平倉或轉倉 據中金所數據 淡友在七月的三大旗子減倉張數超於好友 而八月價倉張數卻少於好友 表現貨急升 基金對衝需求銳減 也是淡倉減少的原因 內地財經專欄作家呂德林評論 國家隊子彈上課 結果發現走不到敵人在哪因? 是空頭暫時認輸 除了國家隊強大 更重要是監管機構不讓你買 期指 每筆下單筆超過五手 不准連續下單 你還怎麽玩兒? 證券時報報導 中金所近日要求全體客戶 每中期指下單筆超過五手 不連續交易及審慎使用事價指令 如不遵守 有被限制交易的可能 外資公任意停牌不當在救市行動下 A股年升兩週 湖中指上週升5.18% 本週再漲2.1% 深城指上週升1.86% 本週再漲5.24% 野村靜圈估計 A股會在7至8月完成調整 並隨中企業職部起而回升 雖銀資深獨立經濟顧問George Magnus 稱 A股環有35%下跌空間 預期戶中指將回至部起點 即約2500至2800點 法巴及斯羅德繼續暢淡A股 並指H股更抵買 內地券商大多預期A股短期有獲利回吐壓力 平安證券估計短期在3800點至4500點震盪 另外 路透指A股公司任意停牌損害護衛基金 及ETF的流動性 多加外資機構均放言 如果中國希望A股納入MSCI指數 要先檢討停牌規則 接近富士羅素指數人士也稱 平股A股進入國際指數會考慮停牌問題 要問3萬億子彈上課淡有投降 A股期結日甲升值逼4000間 看範圈 1.4萬 Ohana